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引述主要的耳琴口诀 以功辨识 前半句是指耳的长度而言 大家都知道耳朵哪里会长到垂直肩部 这是古人夸张性的描述 三国演义里描述刘备为首长过膝 中国相声大师侯宝林抓住这一点说 赵子龙百万军中救出鳄斗后 刘备把鳄斗置之于说 为了这如此 急损我一员大将 侯宝林取笑他 刘备只是把鳄斗摆放在地上而已 因为他首长过膝 两耳垂间是指两耳的长度比普通人长 而且要求耳形要厚 据此耳形者夫妻恩爱而且长寿 至于后半句 耳白过面是指耳色而言 指耳朵的色色银白超过面色 据此相者容易出名 故此说名重公轻 不过这种人也容易招惹异性的垂青 耳有刀环观未显 耳伦后坐浮禄延年 上半句是指耳边的形状四弯刀 故称耳有刀环 据此形态者 主气度恢弘个性不屈 其人兼有其他优点 故能观高未显 下半句是指耳形厚大兼实某人 得天独厚 俘虏俱佳 耳总向潮 直显未高 平内生毫 寿命监牢 前半句是指耳朵的位置 高于眉而相互呼应 相朝就是这个意思 据此形态者 虽然说必是居于高位 此点是相对而言 就是说还要呼该人的其他条件 贫土高产也有一定限度 所以说高位是相比 具有相同素质的平背来说 后半句 讲耳内长有毫毛 主长 以四十岁后生长出来者 使应验 但是其人若眼相不好 色欲弊重 若是四十岁前长出毫毛 主其人体魄强健 可能因单病色欲 而导致甚亏 耳有垂株 衣食有余 耳如棋子成家立即 垂株是只耳垂部位的略后 恍似内藏了一颗珠子 垂株代表衣食 亦可观察其桃花运 若此位厚而大 主衣食充食 亦主亦讨异性心 棋子耳得耳行 则缘而后 主其人出身早 顾家耐克勤自律 耳色润则 才缘不绝 耳柄生智 众孝思亲 耳朵的气色润 除了财运家之外 容易见桃花 至于耳朵有智者 属孝顺公亲之人 耳门宽厚 富贵长久 耳珠朝口 一路富有 耳门即是耳孔之口 若宽大而厚肉 除见富贵之外 易中桃花 至于耳珠朝口 是指两边的耳垂 而邪声朝向口角 易称明珠入海 也是富贵相 易 甚至异性缘 轮廓分明 聪雾多能 高眉一分 永不贫困 耳朵之外缘 称之为轮 内缘 称之为阔 所谓轮廓分明 是耳朵这两条弧线 显得顺畅流利 没有瑕疵歌的 据此行者非平庸倍 所谓聪雾多能事业 至于高眉一分 是指耳朵生长的位置 指耳头位置跟眉毛比较 易分是个虚词 用不着拿把尺子来度量 只需正面观察 看得出耳头位置 明显比眉毛高出少许就行了 耳高于眉者是雄才伪略 一生难言贫困 当然也容易得到异性的仰慕 连起桃花 能否自制在于其人的意志了 两耳贴肉 福寿自足 耳尖如木 道老不哭 两耳生长的贴肉 是罕见的贵相 这种人聪明伶俐 耳朵要求坚实 这类人个性坚强 不畏坚险 律己慎眼 与此相反 耳朵若是软绵绵的 属无主见 一听才言之人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耳仔软事业 辨别之法 是用手指轻按耳头 使之反弹 即可区别出来 耳窍容针 加无一斤 耳膀无根 利路无成 耳窍即耳孔 哪有耳孔狭小的 只容一针 这也是夸张性的比喻 耳孔窄 除了贫穷之外 此类人小气 既愁 与之打交道 一慎访 后半句 指耳朵薄 又没有垂住 此类人 忙碌一声 没有什么建树 不论任何好象 有利 必有弊 成功人士 是善于掌握自己的优点 克服自己的缺点 否则 就会陷入盲目 被动的境地 优点 反而变成了致命伤 耳聪朝相之相格 除了才干破裂过人之外 其人之外貌 却有一股迷人之处 令异性 投怀送抱 若是沉溺于异己之德 跳不出迷人的漩涡 好的相格 反而会成为祸害之源 耳朵的形状 有六十多种 前面列举出一些好的形状 现在 谈到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相学方面 耳朵被分为上中下三部分 上弦称之为天轮 中间部分称之为人轮 耳垂部分称之为地轮 若是天轮大地轮小 属神经智性 就是说 这一类人有无故紧张 急躁之表现 但是这种人的优点 是善思考 若是耳垂的上下不大 只是中间及人轮部分发达 属筋骨智性 这类人是实干派 世事亲力亲为 最后留意 若是整只耳朵 只是耳垂部分宽大 其余部分不见突出 属营养之行 此类人的小脑风大 无论男女 他们的生殖机能发达 情欲旺盛 对防尸的兴趣会大于一切 而单于色欲之享乐 如果这类人 兼具两耳上弦尖锐的话 这种人的性格趋于残忍刻薄 有破坏思想 他们接触到异性 每每有非分之想 如见到具有上述特征的人 在注视他们的目光 若其眼不善不强的话 最好绕路而行 或者拒绝与之同乘电梯 以防有失 有一点必须强调的 上面谈到的只是以耳相而论 就是说 耳朵具有上述形状 如地轮宽大 间距天轮尖锐 耳头位置低于双目 眉毛粗浓 此类人的色欲思想偏高 但是还需要注视脸上的其他部位 才能做进一步的判断 切勿以依盖之 有位朋友因为肚子剧痛 被确诊为肝癌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肚痛 而怀疑自己患上了肝癌 同样道理 亦不能因为仅仅是肚痛 而掉以轻心 相学的判断 是要做综合分析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事极详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